好 现在我来到这里呢 我的身后呢 就是Wapasi San Pep的这个大雄宝殿的路口 其实讲到这座寺庙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寺庙里面呢 没有任何的圣人居住的 因为呢 在以前阿佑他要王朝的时候呢 这座寺庙呢 是给国家很多重要的仪式都在里面举行 然后后期呢 也有根据就是说 这个Wapasi San Pep呢 现在的设计呢 就是我们在曼谷看到的 玉佛寺的这一个设计的 这一个设计的公造呢 是类似的 因为呢 据说曼谷的玉佛寺的 这个装横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源自于这个Wapasi San Pep的 这一个公图的设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现在大家所看到呢 就是阿佑他要王朝以来呢 一个其中一个最古老的一个寺庙 Wapasi San Pep 在阿佑他要王朝第一世王 在这个1350年已经下令建立第一座皇宫 然后呢 这次皇宫呢 就经历过三代的王朝 然后过后因为皇宫迁移呢 而这个旧皇宫就被改为现在的寺庙 Wapasi San Pep 而这座寺庙呢 当年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那就是里面安奉着一座非常大的一个金佛的金身 高达16米 而这座金佛呢 跟外围呢 动用了200多公斤的黄金来做这个佛像的外皮 但是因为在在后面这个战乱时期发生了过后呢 导致这个大佛像呢 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后期所剩下的这个遗迹呢 就是我身后的三座宝塔 真正Wapasi San Pep呢 它主要呢 就是可以看得到呢 三世王的一些历史在里头 从第一世王 第二世王 到第三世王 好 到底Wapasi San Pep呢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景点呢 来跟我去看一下 我们在研考研考 这座宝路上是 unnatural画的 糖ly 咱们有的各种 如果圣译fully适应的话 我们开始做衣服 就 mailing over 这座atie 中国荣yi vraimen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